只要出身微贱的人 一旦掌握了权力 必然贪污腐败 功臣素将 屠戮殆尽 古剑度里 有一股淡淡的臭味 人色带你犹长了 上一集咱们讲到 皇上最不信任的 就是跟自个儿同姓的人 最房的的就是自个儿家的人 管输最严的是自己家的人 那你说有没有王朝不这么干呢 有 一共仨 汉代 近代 明代 出事的可能性是百分之百 汉代七国之乱 近代八王之乱 明代静难之变 七国八王静难 那么七国八王 七国就被平定了 仨岳就被平定了 因为他毕竟不如中央政府实力强大 八王真的就把晋朝就给颠覆了 那么八王谁也没做成皇帝倒是 可是静难之变 朱棣就推翻了自己的辙 以这个北平一语之地对抗中央政府 最后他成功了 这个是成功的屌丝逆袭 推翻了自己的辙 那么一个重要原因在哪 他为什么能够这么干 成功 就跟他老爹朱元璋 有密切的关系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寒威的皇帝 贼王八出身 也没什么文化 也没什么文化 所以这种人当了皇帝必实行暴政 只要出身威贱的人 一旦掌握了权力 必然贪污腐败 必然实行暴政 我他妈可有今天了 可有又没什么文化这种人 你比如赖小平 你弄他妈一百个媳妇 你这东西就是洪秀全 你哪个皇上这么干 太low 皇上觉得这太low 所以朱元璋一当皇上 这江山得保在我们朱家手里不丢 那怎么办 功臣速将 屠戮殆尽 开国三十六位功臣 六个功爵 二十八个侯爵 两个伯爵 杀的就剩下 长兴侯耿炳文 一个人三十五个全干掉 最惨的就是梁国公兰玉 当然兰玉不是开国六宫之一 是后来晋升的 梁国公兰玉杀了他之后 剥皮拾草 整个把他皮扒下来 填上草 各地去传递 因为这个兰玉的女儿 嫁给了蜀王 跟这个朱元璋是儿女亲家 所以这个蜀王妃 把自己爹的皮 接到蜀王府里 珍藏 最后这个明诺 西贼张献忠屠四川的时候 打进蜀王府 还见过蓝玉的皮 一直割到那个时候 你想他就对这个功臣就这么狠 把开国功臣屠戮殆尽 就剩下长兴侯耿炳文一个人 为什么就剩了耿炳文一个人呢 耿炳文只会守城 不会攻城 所以你造反也没用 你造反你反不了 你只会守着城 你反不了 就是把他留下了 其他人都干掉 因此你开国功臣速将 屠戮殆尽 所以你留给你孙子建文帝的 就是一帮二代秧子货 二代秧子货 他们根本就不会打仗 而燕王朱棣 坐镇北平 对抗蒙古 麾下三万经济 这三万经济主要是蒙古人构成的 明代一直到灭亡 骑兵主要都是蒙古人 没有什么汉人 北平在刚刚营建的时候 40%的居民是蒙古人 所以他明代是一个蒙古化的汉人王朝 所以他的朱棣麾下三万经济 又得到朵延三位的支持 他就能够推翻建文皇帝 建文皇帝唯一能用的大将 他的表哥李景龙 李景龙是朱元璋的外甥 李文忠的儿子 李文忠是仅次于徐达的名将 后来死后追封齐阳王的名将 但是李景龙就跟赵阔儿了 就跟赵阔儿不消奶妇 五十万大军干不过朱棣三万人 被朱棣三万人打得大败 最后当朱棣打到南京 就是李景龙还开城投降了 投降了朱棣 所以他才能够篡位成功 上位成功 这就是等于他爸爸给他埋在这根 所以后来朱元璋到晚年带着朱允文 那个时候已经立为皇太孙了 检阅诸侯王的军队 孙子你看这些叔叔们兵强马壮 天下谁有叛乱就让你的叔叔们率兵去镇压 朱允文当时二多了也不傻 皇爷爷叔叔们要叛乱谁镇下去 朱元璋一听没想过这问题 没想过开始郁闷死了 所以到朱允文 燕军已经打进南京城了 皇宫要失守了 朱允文想起来 皇爷爷临终的时候交给我一箱子 说万一有难 就让我拿着箱子跑 啪打开一看 一板两银子 一套僧衣 一张肚蝶 就是你出家必须都有肚蝶 没有肚蝶是不能出家的 因为你出家就不交税了什么的 所以政府不允许让人随便出家 一看那奥明白了 皇爷爷让我走他的路 所以我爷爷从和尚到皇上 我从皇上到和尚 所以他就回去了 有一种说法 说朱允文一直出家为僧 到明正统年间 英宗正统年间被接进皇宫得以善终 因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那么久了 这丑早过了 朱允文按辈份是明英宗的爷爷 因为他跟明仁宗是一辈的 仁宗 宣宗 英宗 已经是皇爷爷辈了 这就七十多了 当了那么多年和尚 清心寡欲 说不就早成佛了 得能功力养人 就完了 说是得以善终 是这么一回事 也有说就不知所终 甭管怎么着 反正皇上没当 皇位就落到了燕府手中 就是四皇子这一帧 这一帧开始传递皇位 然后我们进去看一眼这个 灵恩殿 灵恩殿面阔九尖 近身五尖 象征皇帝九五之尊 汉白玉石栏 三层台阶 黄色琉璃瓦 重颜无垫顶等等等等 无不显示帝王的尊贵气质 更令人称赞的是它的味道 一般情况之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比如说走进一座古建筑 有的时候会发现这座古建筑里 有一股淡淡的臭味 甚至是强烈的臭味 比如说你们如果去故宫的兵教餐厅 一下子能熏倒你 就老是觉得那个斩步没头干净 擦桌子那种臭味 那种味怎么来的呢 因为所有的古建筑 它的这个木头上边都要涂猪血 涂猪血防虫 所以猪血就会散发出这种臭味 但是你看这个店里边 你进去就是香味 为什么 南木柱子它不会生虫 明白这个意思吧 所以进去之后有一股香味 包括那和珅那个进西斋 就是宫王府进西斋 在门口就能闻到它那股香味 南木做的 林恩殿内有60根金丝南木 巨柱支撑 中间最大的4根高14米3 直径1米17 这规模比故宫太和殿够大 据说当时光把这些南木运到林园 就花了五六年的时间 这么大量的使用南木 足以反映当时国家的负数与强盛 而这南木也仅仅是林恩殿的一个亮点 还有哪些亮点呢 follow me咱们接着看 浦雨 太了 灯仔 我以后 我饶慕或痒 上面 我 actually 我饶慕或 Ya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